好的 接下来进行的就是 我们第四轮 POPPING的比赛 那么首先要请出 两队的代表向前一步 老板对决 两个大哥 太精彩了 大哥对大哥 谁先说 我就代表我们大家问你一句话 我们要偶尔就是幸运赢了的话 我们还能参加KOD吗 我觉得选 那我要尽全力帮了一些忙 以后KOD能让我多主持吗 那第二句话呢 那我说了 那我斗胆说一下 我觉得希望大家珍惜现在这个位置 因为这可能是你们离 四十九强席位最近的时候 好狠 哥 你是直接回还是想想 我要说的是 其实街舞 我们的尊重 不只是握手和鞠躬 拿出你的百分之百 才是你的尊重 两边都已经撂下狠话 那么 先决定一下出场顺序 这真的是随机的 高波哥 由我们的双号组先出 27号 单数 5加5剩了10个人 7个帕鞠躬在双号去 30号 双数 26号 双数 8号 双数 24号 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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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个人 谁想换一下 我们这的扒鞠躬 我认识的 就可能就两三个人 我连大家是跳什么风格的都不知道 我们都挺心疼高波的 一个成熟的老母鸡 带来一帮小鸡眼 让看着我们这边鸡群 就这种 强的都抽到我们这边 奇了怪了 不用假装团结 因为我们真的熟 认识 大家排完就没有太多压力 就大家在一个祥和的环境中 把这事办了 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看到对面那几个人 我就觉得没办法排 我在这我都废了 我感觉没办法排 太难了 大家觉得你这样下来 这样下来 没有很担心 一手好排 有可能打杂的时候 一手 没有那么好的排 但有可能 也是可能赢掉好排的 OK 阿龙 你准备了 Drap the beat 好棒的 好棒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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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最后15秒